孫楠 掌聲有請 你快回來 我依然承受不來 你快回來 生命因你而精彩 你快回來 把我的思念帶回來 別讓我的心 你勾入大海 從此也不用分開 相愛的天和地 還能在同一天空 月亮彩陽在相遇 生命中只要有你 什麼都變了可以 讓所有流星 隨時都相遇 從此在人世上也沒有無奈的分離 我不用睜著眼睛 看你遠走的背 沒有變壞的青春 沒有失落的愛情 所有承諾 永遠得像星星 天 不再是昨天 那緣 也不像前緣 雙眼 雙眼 苍兩句誓言 還未說 久已改變 雙眼 先你任我一半 永遠 消失在夢中的夜晚 你回頭熟悉的容顏 再看不見 今生的愛遭遇 今生的愛遭遇 愛遭遇 來世的同提前 福哥與說再見 說再見 是每路深陷 今生的愛遭遇 讓來世同提前 誰丟失了世界 冷夢 冬眠 我拿什麼成就 當愛覆水難受 誰能把誰抱有心願為 誰等待 誰等待 我拿什麼拯救 誰能見雪封厚 誰能把誰抱有 能讓愛 你快回來 又不想 你快回來 你快回來 我依然想想不來 你快回來 把我的思念帶回來 你快回來 把我的思念帶回來 別讓我的思念帶回來 空入大海 別讓我的思念 空入大海 別讓我的心 空入大海 谢谢 谢谢孙楠 他的歌声呢 又让我们回忆起了 许许多都非常温暖的画面 详细了很多优秀的演员 没错 真的在这儿 要谢谢他们 陪伴着我们的观众朋友 度过了无数个日夜夜 是 要提醒一下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呢 我们最受关注 也是最具人气的演员奖的 评选的正在热力进行当中 现在我们就来看一看 投票的情况 好 来看一看票数情况 好 首先我们来看看 男演员的部分 前三名的票数情况呢 是这样的 最高票呢 是30909票 第三位呢 是18822票 女演员当中呢 最高的是26000多票 而最低的是7000多票 当然现在呢 我们的这个票数呢 还没有 还在继续的这个不同的这个变化 对不对 是 期待您的这个投票 那您可以把这个喜欢的演员 他们的名字呢 或者 1 2 3 3 2 3 3 大要 rpm 2 3 3 4 7 3 2 4 4 5 5 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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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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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5 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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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许森诺 钢气联居4956名士兵 吴哲 钢气联居501名士兵 吴哲 钢气联有多少人 钢气联有57年的历史 在我之前有5000人成为钢气联一员 程采 到 你还记得钢气联被国捐区的前辈吗 我当然记得钢气联一共有1104名前辈 为国捐区 选择座 到 当战斗到最后一人 你是否有勇气扛起这面联居 我是钢气联第4956名士兵 我有勇气扛起这面联居 更有勇气第一个战士 好 现在让我们一起背诵这首舞曲的联歌 我会让你们听到这5000个喉咙铃铃口中的歌声 一声鼻励 一百千 一声鼻励 一把劫 一群保护 钢气联 钢气联是 钢气汉 千岁回国 董家人 再次用掌声欢迎我们的钢气联 欢迎你们 首先要谢谢我们身后的这些位战士 谢谢你们 谢谢大家 现在呢 我们要再次认识一下我们的四位钢气联的主演 有请 谁先来啊 我们要谁先开始介绍自己 我是来自江波斯话语团的演员 我叫张国强 大家好 我是陈思诚 然后在《士兵突击》里面扮演陈才 大家好 我是华语兄弟的演员 我叫王宝强 在《士兵突击》里面扮演许三多 大家好 我叫李晨 我也来自华语兄弟 在《士兵突击》里面扮演吴哲 其实真的《士兵突击》本身是一部纯男人戏 很多观众喜欢这部戏呢 他们说就是被剧中这一个个男子汉的形象 这种男人的魅力所感染了 那真的也感谢钢气联的四位 把你们的热血还有勇气 带到了我们精英节的舞台上 那今天啊有很多喜欢你们的人 刚才从我们台下观众的掌声 应该知道喜欢你们的那个最支持的团队坐在哪里 你们知不知道他们有一个自己的名字 知道坐在那边对不对 知道 他们有一个名字你们知道叫什么吗 因为他们特别喜欢《士兵突击》 喜欢《钢七连》 他们是《钢七连》的粉丝 所以自称《钢丝》 这个名字不错吧 来 既然知道在哪个方向 我们上前两步和所有钢丝打个招呼好不好 钢丝大家好 大家好 好 首先来给大家介绍一下 虽然我比较细 但是我也是名副其实的一根钢丝 我也非常非常喜欢《士兵突击》 今天有这么多钢丝们来到现场 他们当中有老人有孩子有白领有学生 今天来到我们的精英节 就是为我们的士兵突击来鼓劲加油的 首先来介绍 这是来自上海的一家人 他们是代表上海的网络《钢七连》 来到我们的精英奖 这一家人看士兵突击 看了整整六遍 六遍啊 而且据爸爸说 这是突迷们 就是钢丝们的基本水准 我们首先来问一下小朋友好了 你叫什么名字 陈欣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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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镜头在那里的 你看 陈欣宇 你几岁 四 你看视频突击了吗 看了 看了 何老师你好像吓到他了 为什么 我等下给大家解释 你最喜欢谁 你喜欢谁 你喜欢揉鼻子 这个小朋友啊 疯狂的喜欢许三多 但是等太久了 孩子闹叫 刚才趴在妈妈肩膀上睡着了 后来妈妈说许三多来了 许三多来了 然后孩子闹叫 好 不哭了不哭了 我们把最小的钢丝惹哭了 好 待会儿睡会 待会儿要许三多 哥哥来安慰你啊 来问一下爸爸 在视频突击里面 你最喜欢谁 我最喜欢 视频突击的父亲 母亲 这话怎么讲 视频突击之父 康岛 刚才拿到我们最佳导演奖的 康岛的导演 父亲 那母亲呢 249 编剧蓝小龙 你看 幕后的人一并喜欢 这是真正的士兵突击迷 好 来坐 坐一下安慰一下宝宝 我再来给大家介绍一个小美女 她叫做小雪 她来自四川 她最了不起的事情 就是给士兵突击里的演员 画了很多的漫画 她的漫画在网络上非常的红 你最喜欢士兵突击里的谁 她们每一个人都非常有特色 每一个都非常的喜欢 所以我给她们每一个人都画了漫画 配上经典台词 希望她们都喜欢 可是你刚才我看到她们四个上来的时候 你疯狂地在尖叫 你其实最主要是为谁疯狂 吴哲 谢谢 李晨 吴哲 吴哲我没有看错的话 你是脸红了是不是 对 因为 首先我在 很高兴 因为我在大巴 第一个发现了她给我们画的漫画 然后我当时特别激动 然后我还在我的博客上跟她做了连接 对 然后把这个直接她所有的作品 全部退到网上 那不如这样咱们俩 你们俩待会儿下来再聊吧 好的话 好 谢谢小雪 我再来给大家介绍一位大姐 这是一位退休的军人 给大家介绍一下 您叫什么名字 我叫马秀荣 秀荣大姐 您为什么喜欢视频突击 因为我是个军人 我觉得这个电视剧拍得很好 很多值得回味的 所以我很喜欢 谢谢您 请坐 再给大家介绍一个特别的群体 来 大家站起来 这一片举着大叶子的同学老师 他们来自北京中关村中学高三一班 他们已经毕业了 今天和老师再一次聚到一起 来到我们的现场 在他们教室里面有棵大树 这个大树上面呢 就贴满了每一个同学的成绩和心事 据说呢 这棵大树也是因为士兵突击而起的 我们跟随我们的主持人李好 到他们的班级去看一看 来 请 我是您好 现在在我身后的就是这棵非常特别的树 上面写满了同学们的目标 还有心愿 而这棵树的主人呢 就是班主人朱老师 还有他的同学们 来 同学们跟大家打个招呼 同学们好 朱老师好 您是怎么样萌生出这样一个想法 要来创造这样一棵非常特别的树呢 是这样的 在士兵突击里面 老七曾经说过这么一段话 许三多每做一件小事 就像抓住了一个救命稻草 拼了命也要把这件事情给做好 于是有一天突然发现 它长成了一棵参天大树 于是我在想给学生做这么一棵大树 因为他们每一个人都是许三多 最终他们也会长成一棵参天大树 好 我们听说今天是高三一班的最后一次聚会了 大家就是为了共同完成这棵大树 这棵树上有我们班每位同学的 有四片叶子还有三种苹果 然后我们班没考完一次试 然后墙上就会多一种颜色 就是大家都会把自己的希望 还有目标都在写在叶子或者苹果上 当时我写叶子的时候心情比较失落 因为考试失利 但是我一想 士兵突起有这么一句话 平常心 平常心 然后我就是以这种平常心的这个态度 来面对高考 最终我考得了重庆大学 我叶子上面记录是我一次一次的成绩 高一首层排了三百多名 光荣在于平淡 间距在于买长 从三百多名三十名到十名 高考出来之后我是前半第一 朱老师经常用许三多的话来教育我们 人不能活得太舒服 太舒服就会出问题 我就把这句话写在了叶子上 用这句话来提醒自己 常常给自己敲警钟的结果就是 当时成绩不是特别理想的 然后朱老师对我特别严厉 然后我就给朱老师写了封信 我就说我觉得我就像许三多 您就像高连长 我怎么做您都怪我 不满意 但是我相信您还没有发现我的潜力 然后我一定会成功的 刚清联解散的时候我就对自己说 我舍得每一个学生我不能让任何一个人拉下 感谢士兵突击 有了士兵突击就有了我们这科数 我们今天所有的同学都取得了非常好的成绩 每一个同学都考上了理想的大学 我也特别希望士兵突击能够取得很好的成绩 三多也能取得很好的成绩 让我们一起不抛弃不放弃 不抛弃不放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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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让我们用掌声欢迎朱老师和他的同学代表们有请 欢迎你们 一部电视剧让一个班级 每一个人都考上了理想的大学了不起 希望这样的电视剧再多一些 还送上了礼物 大家可以等一下再聊 他们特别激动的在一起开始聊天 刚才有个男生 刚才跟许三多我特别喜欢你的笑声 其实刚才他们在上面表演的时候 那个穿红条的 现在站在最旁边的那个男生 激动的满脸通红 眼泪都快夺眶而出 看得出来这个班的老师同学是真喜欢士兵突击 是 老师能不能讲讲你们送的这是什么 对我看这些苹果好特别 你看上面都有这个笑脸 对是这样的 我们今天给剧组带来了48个苹果 每个苹果上都有我们每一位同学的笑脸 代表着我们的祝福 因为有了士兵突击 才有了我们班刚才大家看见的那棵理想树 才有了大家现在优异的成绩 我特别愿意和咱们的剧组一起分享我们甜蜜的果实 希望每一位演员和康导能够今天晚上把它们吃完 谢谢 康导一定要把它吃完呢 但是吃之前上面贴的名字和他们分别考取的大学 记得撕下来不太好消化 对纸不太方便吃 对 我们同学也派代表来说一下好不好 这两天因为很多同学都去大学报到 我们有机会来到现场 我代表全体同学 代表我们全班同学 对王宝强和士兵突击全体剧组人员说一声 我们永远支持你们 我们永远支持士兵突击 我们永远不抛弃不放弃 不抛弃不放弃 十三多 在剧中说了很多次这句话 那就是由你来代表大家吧 说说你们此时的这种感受还有心情 我想作为演员 其实此时真的应该特别的感动和温暖 士兵突击 有今天我觉得 也是离不开这些士兵突击民们他们的支持 我觉得更要感谢的是蓝小龙编剧 还有康导 还有那个我们的制片人张谦 因为有这么好的问题 他们能给我们这样的机会 来塑造每一个角色的一个人物 我觉得才有了士兵突击 成型有这么一个电视剧 能给观众见面 观众能看到这部剧 所以我觉得更要感谢幕后的这些人 谢谢 谢谢你 我呢是看士兵突击看了两遍 我一辈子没有看同一部电视剧看两遍 但今天下午才知道 我发型师跟我说他看四遍 今天晚上我知道六遍 是士兵突击迷的基本标准 对 像成为钢丝至少看六遍 一个电视剧能够在观众的心中有这样的位置 大家这么爱看 我觉得对于士兵突击的每一个成员来说 不管大家有没有入围 今天能不能坐在现场 也不管你们有没有拿奖 我觉得这个就是给你们最高的荣誉 最了不起的成就 再一次感谢我们钢铁连的勇士们 也谢谢鞋老师 祝福同学们 谢谢大家 带着士兵突击的精神 在大学里面好好学习 人生的路很长 祝福大家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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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